来看政治消息 立法院今天针对台大医院MG149账户 找来台大医院院长背询 而台北市长参选人柯文哲 稍后也出面回应 表示私账一切符合台大规定 要国民党团不要为了选举破坏医疗生态 不过呢对手林盛文则是隔空对抢 要柯文哲不要当台大医院的害群之马 双方炮火不断 国民党PK小组启动 立院党团磨刀霍霍 指向柯文哲的MG149账户 委员会还找来台大医院院长黄冠棠背询 另一头柯文哲满腹苦水不吐不快 这个账户里面的运作是我们自己内部的运作 但是他的母法是按照台大的母法去运作 如果真的要做坏事的人 不会把那个规则 做坏事的规则还列SOP写这么清楚 所谓402账户存在超过20年了 里面现在还在跑的账户有40几个 这不是柯文哲一个人专有的 我只是讲话比较白目 那里面还定了一个规则 虽然院长也打包票 MG402底下的账户没有问题 但立委仍旧穷追猛打 内规到底有没有违法 柯文哲强调只是自己说话白目了点 更要国民党建好就收 选举是一时的 不要为了一时的选举 把整个台湾的医学研究都破坏掉 柯文哲大声呼吁别再殃及无辜 不过还是遭到对手连胜文案批 是台大医院的害群之马 台大医院事实上也过去曾经受过他们帮助 我认为绝大多数的医生 从院长开始 校长到所有的医生 绝大多数都是奉公所化 而且是四病如亲 而且是对于很多我们的民众都非常的照顾 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台大医院 少数的这个害群之马 并不能够 就因此而固定其他台大医生 或台大人的这种原因 我想就是完全不相当的原因 有党团驻镇 连胜文说话也酸溜溜 账户风波从参选人阵营 延伸加码到立法院 蓝日立委都加入 这把火该怎么停 只怕战线继续延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道